这一天是唐武德九年皇历六月初四 大唐王朝的心脏长安太极宫 正在黎明前的黑暗中沉睡 一切似乎都是那么的平常与暗想 位于太极宫北面的玄武门 地势较高是皇宫的制高点 在此可扶揽功成全局 负责把守城门的宫廷卫队正在换岗 没有人会知道 他们当中的一部分将在几小时后迎来自己生命的终点 历史的舞台已经搭好 沉默的玄武门即将见证一场无比血腥凶险的惨剧 在经历了过去的间接与惶恐之后 这处惨剧的主角们将在这个清晨一起用鲜血与眼泪为一切画上巨号 几乎一夜未年的李世民已经在玄武门外等候多时了 在他的身边聚集了一群死争之士 唐朝初年的几位名将 玉池靖德 藤咬金 秦叔宝 张世贵等人 悉数在此 每一个人都全顾武装 面无表情 时间在几乎凝固的空气中慢慢流逝 此时的李世民非常清楚 自己的命运将在这个清晨永远最为关键的一刻 胜败再次一举 剑城 元吉 灭绝人论 与后宫平备 淫乱 淫乱不过 这种指控很严重 一夜而未死 我们是朕 亲自审论此事 及早前来告诉朕 距离早朝的时间已经越来越近 参加早朝的大臣们开始向宫城南面的太极殿集中 宫羽与太监们也纷纷出来准备开始一天的半路 27岁的李世民越来越感到紧张 因为按照这个形式发展下去 他擅自调动兵马在玄武人急救的消息 很快就会传到咫尺之外的汉叶池声 李源是一个被利用的人 他当时的想法是 这天要开会 这些兄弟什么人要对峙 讨论是不是有淫乱后宫的问题 可是没想到的这个所谓的会议 不过是李世民的一个调火离山之计 时间在寂寞中悄悄流逝 每一秒钟似乎都变得格外的漫长 就在这时 玄武门岸大道上出现了两个声音 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源警警警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永远不会有人获知 到底是什么样的异常征兆 促使李建成与李源吉 在玄武门外停住了脚步 大哥 不对啊 这么安静恐怕有诈 可父皇还得等着我们进见吗 我们也永远无法知道 策马上前的李世民 究竟向他的两个亲兄弟喊了一句什么话 我们所能知道的是 无论李世民当时说了些什么 他的弟弟李源吉立刻用行动做出了回应 这也是最后的一次回应 当李世民喊了一句话以后 这相当于就是这个宣战一样 他是现身了 从隐蔽出现身了 但是跟他现身的不是一个人 那就出现一群人 一个包围圈可能也就出现了 是吧 那个这个御时敬德呀 什么秦叔宝啊 程小金的 这些这个旧旧武夫都出现了 一个个全副武装 干嘛来的 这是看出来了 一个全副武装的人 忽然出现在李源吉的面前 而李源吉原来的预感就是不妙 所以我想是这个事情 提拔了他的这个范围 因为之前的矛盾已经那么剧烈了 因为他头一天晚上就预感不好了 大哥 赵和射 李世民搞发你我二人 引乱后宫 什么 这 所以不管叫 是叫三帝过来 还是叫拿命来 还是叫什么什么 这个我想不重要 这就是两方面都有这种感情 觉得这事没有能见 所以这个李源吉当时第一反应 就是要要设立的 这个李世民嘛 面对张公达建的力量 李世民反击的第一个目标 去直指自己的头号政敌 太子李建成 在他的计划 这个清晨必须是自己这两个亲兄弟的死 而身为太子的李建成 则更是第一死的第一目标 在生命的最后一刻 37岁的李建成 呆呆地愣在原地 亲眼看着身旁的一个弟弟 张公设向不远外的另一个弟弟 紧接着 又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亲弟弟李世民 闲实地开弓 搭建 射击 常见的流笑而来之际 他的眼睛应该一直注视着暗地李世民 他的亲弟弟 他的头号政敌 一切的恩怨在此刻 瞬间 终结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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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南 阿南 b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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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原浆 大唐王朝的三位皇子 转瞬之间就有两人伸手一触 围绕着太子之辈而纠葛多年的兄弟纷争 在这一刻用最快的速度做出了一个最血性的了断 历史在这里除了留给后人一个血色的惊叹号 还埋下了几个耐人寻味的省略号 根据记载 齐王李元吉武功过人 剑法尤其初衷 早年曾经以射杀移动中的俘虏而隐以为类 算得上是一位百步穿扬的神射手 这样的一位神射手居然在生死关头 三次都没能射中尽在咫尺的李世民 更值得完美的是 在李元吉已经达箭开弓的时刻 对面的李世民却拉弓射下 自始至终没有出手的李建成 难道他就不怕射术精湛的李元吉 会先趴一步将自己射落马下吗 还是他事先已经知道 神射手李元吉在这个阴影 是不可能拉开自己的弓箭的 就是再三步我觉得应该是搭箭没有搭上 搭了就扣上去才能射嘛 是吧才能拉嘛 手要一抖就搭不上 他因为太紧张 就是再三步就搭不上 说多少要做才算 真是面对兄弟 真是想要射杀他 出发这个内心的挣扎 内心的这种不是慌恐或者是紧张 也不是非常剧烈 那么李世民 这更好玩的你说这个 为什么有人射他 他不去射这个对手 却相反去射旁边的 没有拿出弓箭的李建成 很简单 因为李建成感觉很不好 只要一箭把李建成射死了 这个事情就好办多了 李元吉那是第二位 并不是说他预料到李元吉 一定射不中 就算他射中了 这时候李世民的本能反应 也是先把李建成杀死 这是一张唐代太极弓的平面图 从地图上分析 李元吉生命中的最后一段路线 应该是从自己府邸的本能出弓 与李建成会合后 一起向西来到玄武能外 历史并没有详细说明 李世民扶兵的确切位置 但如果李世民已经事先猜中了 他们二人的进攻路线 那么就不排除秦王府的扶兵 也许不设在玄武门与东的某个地理 这样当李建成与李元吉来到玄武门后 就可以一举切断他们往东逃回自己府邸的退路 如果事实真是如此 那么当李建成与李元吉在玄武门内试图回头之际 李世民出现的位置就应该是在他们的东侧 这样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当李世民现身之后 吃了一惊的李元吉不是快马加鞭的向自己的府邸逃跑 而是直接向自己的二哥开弓搭建 因为此时的李世民其实就站在他们后退必经之路上 在策马战力的李世民身后 李元吉看到的有可能是另一样东西 千军一发之际 李元吉却再三不古 最终为自己的生命画上一个充满悬疑的剧道 一千多年来 关于这位神射手在哪天黎明的异常表现 一直是后来做一个谜团 也许在这位性情暴裂 武力过人的皇子心中 虽然眼前的李世民与自己势同水火 但兄弟之间 掌控附射的局面依旧令他石料背极 内心的紧张再加上某些未知原因的干扰 最终导致了这位年轻齐王的悲剧命运 其实在这个血色黎明 同样表现失常的人并不仅有李元吉艺人 在成功射杀李建成后 十几岁就带兵打仗 奇数精湛的李世民 居然会因为没控制好马匹 而意外坠马 真见险境 可见亲手射杀大哥这件事 至少的那一刻 对年轻的李世民还是造成了极大震撼 肯定还是内心是有内疚的 因为虽然他会 好像扣得也好 或是受到压迫 或是受到逼迫也好 但终究对方没有动手 李建成后李元吉既没有叛乱 也没有想杀 是他就完全在别人防备的情况下 把他给杀掉 他还是有内疚的 短短的几分钟时间 大唐王朝的太子李建成 与其王一人 双双丧令于玄武门外 李世民计划中的第一步 也是最关键的一步 获得了成功 接下来需要处理 似乎只剩下乌河面见 咫尺之外的皇帝李元吉旦 但就在这时 一个计划外的连锁幻影 却突然发生 作为计划的一部分 李世民事先早就通过各种途径 使得宫廷卫队倒向了自己一边 在他看来 只要在第一时间从肉体上除掉李建成 与李元吉 整个太子党自然就会树倒 无寸散 但李世民还是低估了李建成部下 对太子的忠诚 席位车记将军 得知李建成被杀 叹息了 难道能够在太子兴前能受恩惠 而太子一死便逃避过难吗 于是 他率领公公和齐王和金瑞兵马两千人 急迟赶到玄武门 准备为太子和齐王报仇 负责守卫 玄武门的李世民部将 率部出城迎战 结果全部战死于玄武门外 东宫与齐王和的军队 随即开始围攻玄武门 一时间 双方在玄武门下奋力死战 大唐王朝攻城城门 变成了血流成河的战场 由于玄武门九宫不下 沉外的东宫军队 开始走向围攻李世民自己的府邸 秦王府 这一变故大大出乎李世民意料 因为此时 他几乎已经把府中所有的兵马 都带到了玄武门 而秦王府完全处于不设皇的状态 一旦秦王府被攻破 留在府中的李世民家眷 势必心命不保 那样的话 即便李世民最终能够控制了局势 他在这个清城为自己的皇位继承权 所付出的代价 也将无敌残住 东宫的军事作业 他的主要任务就是赦贼太子洪向 他的军队号称是长宁兵 是经过特别挑选的 所以也都是能仲惯战的 关键时刻 站在长河上的御迟进阁 将李建成与委员席的人头高高举起 这一举动 让丞相军攻军队 顿时射气打击 从御迟进阁把头拿出来这个动作看 是因为城下很多人不知道 他才拿出来看 对不对 都知道了你要拿它看什么 因为他拿出来看以后 下面的反应很清楚 也稍稍可以报太子 我们也算努力过了 家人之散吧 军王 东宫军已退 是时候兵方复活了 是 有水吗 与我擦洗一番 跟着 末将明白 去吧 是 末将军 我将御迟室攻 参见陛下 末将军 是何人作乱的 太子与秦王作乱 已被秦王下令处杀 秦王 他陛下守经 可派属下前来 保护陛下 李渊见着 一时静的 第一个念头 是认为一时静的来杀自己 你是不是来杀我 其实是在问这个话 一时静的话呢 让他有了一点安心 就说 太子秦王谋反 已经被秦王镇压了 秦王派过来保护陛下的安全 他也不想杀人 诸位 该如何是好啊 啊 唐高祖李渊 此时此刻面临的局面是 自己策定的太子 以及原定第二天 就要带兵出征的齐王 已经双双被杀 而杀死他们的 却恰恰是自己的 另一个儿子 李世民 秦王李世民 在朝野内外的 名声与威望 众人皆知 事实上 如果没有李建成 羽翼丰满的李世民 毫无疑问 是继承皇位的 当然人选 如今 李建成已死 李渊的嫡子 只剩下了李世民一人 面对着玉池静德 沾满血迹的 长刀与铠甲 几位皇帝 进尘的表现 已经明确表达了立场 摆在李渊面前的选择 其实只有一个 那就是痛苦的 默认现实 这位大唐开国皇帝的心里 很明白 已经六十岁的自己 不可能永远坐在皇位之上 早晚是要有人 继承大统的 既然如此 还有谁能比眼下那位 仅存的嫡子 更合适的人选呢 好 这正是朕 苏来的信愿呢 好 那就请皇上下旨吧 传令 各军 一律听命秦王 一面东宫 继续作乱 这是公开的抢权呢 皇帝说 不出事有今日 然后问宰相 裴激不说话 然后陈淑达说 太子原来就没什么功了 从晋阳起兵 到后来打天下 都是秦王的功了 现在已经这个样子了 那还有没有什么选择呢 同意他就完了 那顺了吧 就行了 所以皇帝 就成这样了 就按你说的办吧 玉池敬德提出的这个要求 其实就是李世民的要求 李渊应允了这个要求 其实就是默认了既成事实 这也是那天早上 作为皇帝的李渊 所发出的第一道命令 李渊的照例 使得东宫与齐王府残存的人马 彻底丧失了继续抵抗的理由 转眼之间 他们又替太子报仇的一方 变成了犯上作乱的叛贼 没有人在这个时候 还愿意继续站在已死之人的一边 玄武门外的太子党军队一哄而散 留守东宫与齐王府的卫队也纷纷散去 面对已经无法挽回的局面 为报太子之恩而栗战不止的冯丽对部下说 如此也可以略微报答太子殿下了 随即抛下兵器 独自离去 道光剑影的玄武门终于平静了下来 到了该面见父皇的时候了 李世民换上干净的朝服 把自己梳洗干净 他不是遇吃尽的 不能够也没有必要 用亲兄弟的先驱去刺激自己的父亲 我得了这个��릴게요 你嚨别了 dwell 劧来 优优独意 优独这就要付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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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玄武门》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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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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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唐朝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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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